哈! 各位关注文学创作的朋友们 大家好,我是小海 非常谢谢评审给我这个奖项 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今年是个艰难的一年 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之后 让我更加觉得 世上习以为常的一切都本来不易 而我很庆幸我还会写诗 还有能力去读懂这个复杂的世界 去年因为疫情而不能出国 也减少了和朋友的群聚 反而让我有更多时间跟自己相处 专注在生活中平凡的事物 《余生》这首诗 想传达的就是这种异象 就是在日常生活的琐事背后 它其实也可以有很丰富的心思 和很庞大的情感 这也是我的文学主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